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今天我們繼續討論不同的店名稱 昨天開始討論買書、文化、百貨公司等等 今天我們繼續討論你去購物時有機會遇到的店 第一個就是Fukuya Fukuya是三舖的意思 昨天說過這個屋是專門賣什麼什麼 前面加了Fuku,代表它是專門賣衣服 下一個要說的就是Kutsuya Kutsuya就是賣鞋的意思 如果你是運動型的女生 你可能會很想去A或N的店 那專門賣運動用品的店 日文是怎樣說呢? 這個用品店呢 前面如果你換了一個名詞 就會代表另一個意思 就可以解釋是賣什麼什麼用品的店 譬如我們可以轉做Garden 就是Kateyohide 代表它是賣家電用品的店 接下來說這一間 是應該全部90%的女孩子都很喜歡的 裡面什麼都可以賣的 你完全不知叫它做什麼店 所以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叫它做雜貨屋 雜貨屋的日文是 雜貨屋 雜貨屋 就是代表它是賣家庭用品 或者Kalak的東西 就不是代表 不像香港的雜貨店 賣那些食 那些什麼豉油 食等等 而是賣家庭用品的 好 下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下雨天的時候都可以去逛 因為它多數都是一條直路 然後還有遮瑕 兩邊有它的店 是非常好逛的 這些地方就叫商店街 商店街的日文是 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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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商店街都蠻多的 我去東京和大阪 很喜歡走商店街 因為都是那一句 它有遮瑕 下雨也不怕 然後最重要是它一條直路 真的很好走 如果你去一些 譬如好像東區 就是台灣東區的地方 它是在很多不同的小行 那些地方雖然店街 都很漂亮 但是呢 可能我不太會走 就是有時候 又回來這裡的 然後永遠在那裡 逗逗逗逗 你都找不到那些店 所以去到日本的時候 我比較喜歡它的商店街 下一個要說的就是 大家在街上都會看到的 總有一間在你坐的 沒錯 就是這個便利店 便利店的日文 我們叫做 Combini Combini 那你在日本有很多不同品牌的便利店 例如有這個 Losan Family Marks 或者71 也有的 那至於哪間是最大型呢 那大家就可以上網查一查 因為我都不太記得 但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是Losan Losan的炸雞 有個很小的炸雞球 是超好吃的 所以大家去到一定要去Losan 買這個炸雞塊試一下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便利店買的東西很貴 你可能會喜歡去這個超級市場的 那超級市場我就覺得 不是很容易找 但是有的 而且也真的便宜很多 如果你有時要去買手信 其實我覺得去超級市場買 是比起手信店買 是很划算的 而且更加地道的 因為你可以知道 日本人平時真的在吃什麼 因為日本人不可能 你每天都是吃那些手信的 所以其實我都比較喜歡 去這個超級市場買的 超級市場的日文是 Super 好來到最後兩個了 要介紹的是 這個我很私心自己要去的 是我很喜歡去到日本的時候 會很喜歡去一些機店 或者夾公仔 你可能未必是這個 魚窄族或者這些動漫 但我相信你也一定會去過 去那些夾公仔機店 所以這裡我為大家介紹 他們的日文是怎樣說的 第一個 這個Game Center的日文 即是遊戲機中心的日文 是怎樣說的呢 Game Center Game Center 很多人都喜歡去到的夾公仔機 叫做UFO Catcher 它的日文是UFO Catcher UFO Catcher 今年我發現有兩間日本公司 搞了這個線上的娃娃機 它有些免費試玩的 大家可以下載它的APP 或者上它的網站試玩 它的連線都順暢的 而且它的景品 是大家都很喜歡的 日本景品來的 但是容易不容易的 我覺得有點難的 當然不及你去到日本旅行的時候 實際看到 然後實際試玩的 那個那麼容易 而且我個人都比較喜歡去實體店夾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夾公仔 又很喜歡日本景品的話 線上夾娃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 就記得去Google搜尋一下 有兩間公司都有提供這個服務的 好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麼多 希望這兩天的店名幫到大家 大家去旅行的時候 看到不同的什麼家 或者是什麼商店街 就可以去瘋狂購物 又或者你好像我一樣 又是一個宅女的話 就可以去一些遊戲中心 玩UFO捕捉物 這樣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 還有訂閱 還有追蹤我的IG 還有Facebook 謝謝各位的支持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再見 再見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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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